透过追寻与回溯,试图寻找精神困顿的出路 浮流指的是浅尝于表面之下,一种隐秘的精神状态 英文展明出自于乔伊斯的实验性小说《芬妮跟守灵》 由梦境出发,透过书写,创造与现实不同的境界 以梦语创联意识娓娓道来 书中没有断句,没有标点,充满许多悔涩,无法理解的句法 但在艺术或文学中,无论宽松、自由或偏离都是被允许的 甚至可以升华为艺术的养分 因此,这也意味以尽精神分析的手法去处理创作意涵的可能 艺术因为这份自由而广义、包容 如果连结社会的历史脉络与精神情境 白色恐怖时期的国家暴力,使社会弥漫恐惧和冷漠 受难者个人精神上的断裂,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的启动 一种免于生理受伤的转化 展览从历史、记忆、精神层面、探讨社会历史断序之间 集体与个体、表意识与潜意识互为表里的丰布流变 创作中即时与想象的交互作用 犹如自我精神治愈的过程 缝补断裂与找寻精神困顿的出路 同时呈现宽容的全观景致 十方新闻记者赖英荣台北采访报导